那女子一张弹口 一团樱火从口中喷出 喷在了单手托着的铜灯之上 一点轻盈盈的灯光 徐徐在灯上亮起 韩丽叹了口气 两手从容的一番 早已准备好的一杆绿色的镇旗 和一面红青两色的镇盘 同时浮现在她手里 那女子一张弹口 大有深意地望了对面女子一眼 韩丽心将这小旗往高空中一寄 飞快地掐出一道法掘 打在旗上 低沉的咒语声紧随着传出 震旗光芒一闪之后 瞬间爆裂开来 一团绿雾凭空出现 遍及天空数十丈之广 一阵风卷残云 这雾团忽然化作了一只体形十丈的绿色的雾胶 俯身将这女子狠狠扑去 而与此同时呢 韩丽另一只手掌中的镇盘 也放出了青红两色的光芒 往足下一抛 立刻化为一股白雾 钻入脚下 不见了踪影 马上 四面的雾海一阵翻滚涌动 从中 木然射出了无数道青红两色的光丝 密密麻麻地向绿山女子席卷而去 韩丽自己则大袖一甩 一只银色的小钟迎风狂掌 化为一口聚钟后 嗡鸣声大响 一边放出银色的音波 一边被韩丽一催 向绿山女子头顶遁去 既然无法晋身此女 那么就利用银钟的钟声 进行无形攻击 这说不定还有可能奏效呢 当然面对绿山女子神通莫测的白色莲花 和手中不明的铜灯古堡 韩丽真正的杀手锏 并非这些 而是早已使用土盾术 悄然引入地面下的银月 此时银月将此城都悄然地展开 以此女为中心布置了 其足下之处 只等此女稍微疏忽之际 就给予她致命的一击 绿山女子虽然不知道足下处 尚有人暗中埋伏 但韩丽已经发动了一切禁止和攻击 都视若无睹 只是第一手看着手中那盏 清光闪闪的微弱的灯花 嘴角泛起莫名的冷笑 她不慌不忙地束手一抬 用两根手指往那青色灯花上灵巧地一粘 一朵豌豆般的大小的灯花浮现在手指之间 被她灵巧地一夹而起 这时候天上的雾胶四面青红光丝 一片片的银色波浪 几乎同时攻击到她的附近 此女却丝毫担心之色没有 只是一只狱却轻轻一点脚下的白脸 顿时白脸白光一闪 飞快地旋转飞舞起来 白萌萌的连伴渐渐收缩 瞬间将此女风雨不透地护在了其中 静置所画的绿色的雾胶 最先扑到光幕前 其毫不客气的一张嘴啊 一道绿色雾柱滚滚出口 击到白色光幕之上 结果被光幕中的连瓣轻轻一扫 就被击得烟消云散 青红光丝随后攻到 但同样聚在了其外 只有音波似乎不被白色连瓣阻挡 竟直接没入其中 至于效果如何 却也无法判断 韩丽见此情景啊 毫不客气地手中一掐绝 青红光丝 力不再扑上了 后又交叉纠结 组成了一张张大网 将白脸照在其中 并刹那间包上了一层又一层 雾胶也凭空一大滚 化为大片绿雾 将那白脸光丝 都淹没在其中 至于银中 也飞顿到白脸的上空 被韩丽全力催动之下啊 银波木然又大了三分 一波接一波地 透过禁止 直攻其内的绿山女子 一时之间 仿佛白脸中的绿山女子 被禁止 禁止住了一样 可韩丽见词啊 脸上喜色没有 反而是眉头紧锁起来 仿佛是印证了 韩丽的担心 并非是空穴来风 原本紧闭收缩 只有丈许大小的白色莲花 丝毫征兆都没有的 再次绽放开来 一片片白色的莲半 犹如一把把利刃 只是轻转几圈 就外面的绿色光丝 切割得支离破碎 韩丽见词啊 脸上阴云密布 而绿山女子 亭亭玉丽地 站在白莲的中心 脸上无悲无喜 一只手掌拖着铜灯 另一只手呢 则捧着那个 看似普通的青色灯花 冷冷地看了韩丽一眼 目光忽然落在了 其正头顶处 嗡鸣作响 不停地银色剧中 她释放的音波 正好将此女照在旗下 美眸冷艳之色一闪 她忽然一抬手 将那青色灯花 送到了小口前 轻轻一吹 就听到扑哧一声啊 这灯花微微一颤 一闪即逝 从此女的手掌中 消失不见了 下一刻 空中银色剧中 凭空被这青色光球 诡异地照在了其中 女子见此 口中念念有词 银中表面随之 燃烧起了不知名的 青色魔艳 银中哀鸣一声 爆发出刺目银芒 想要抵挡片刻 但是瞬间功夫 银中就在青燕中 融化变形 化为了银枝 青色光照随后自行破碎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看到这古堡被毁的一幕 韩丽的脸色有些发白 而这个时候 绿扇女子束手一身呢 又从铜灯上 熟练地摘下了一枚 青色灯花 然后不怀好意地 忘了韩丽一眼 韩丽心中暗叫不好 响也不响 背后风雷翅一盏 雷鸣声一响 转眼间就从原地消失不见了 女子见此情形也毫不在意 仍将那青色灯花捏到口前 鹰唇一张就要吐出灵气时 就在这个时候 此女足下紫光闪动 一张足有十余丈大小的紫色大网 从下往上 木然浮现出地面 就在这女子一愣之际 在一声女子的轻声笑中 紫网迅雷不及掩耳 将此女一下照在其中了 一名艳美的少妇 在黄光闪动后 紫网从附近地面献出 笑嘻嘻地说道 道友既然如此喜欢玩火 不若尝尝我这紫成兜的 玉阳之火滋味如何 少妇手中毫不迟疑 先手一扬 一道法掘打在了紫网上 紫网上光焰一闪 一层青白两色的怪异火焰 遍布整张紫网 甚至数条青白色的火蛇 也在网中木然浮现 狠狠地扑向了白莲中的女子 这青白色火焰呢 一下子将网中的白莲 淹没在其中了 这个时候 韩丽在离绿山女子 十余丈远处浮现 见此情形脸上大喜 她当即甩手 七十二口青竹风云剑 从身上齐飞冲天 竖道法掘紧随打出 飞进在高空中 发出一阵龙吟之声后 往中间一聚 在清光中 划为了一把 足有六七丈长的巨剑 韩丽心念一动之下 雷鸣声大气 粗大的金色电弧 从此剑表面弹射而出 金弧缠绕 化作了一柄雷鸣之剑 可是韩丽啊 还不敢罢休 她猛然一吸气 口中一吐 一缕前蓝冰焰 从口中喷出 正好击射到巨剑之上 立刻那巨剑表面上 除了看似惊人的电弧之外 马上又多出了一层 若有若无的 淡蓝色的光焰 韩丽的眼中韩光一闪 冲此剑一点指 巨剑一抖之下 化为一道青红 直奔紫网中的白莲而去 就在这时候 被紫成兜罩住的绿山女子 也终于回过神来了 恼怒之急地 将手中的青色灯花 往头顶一记 这青色灯花 一离开女子的御守 放出耀目的青芒 接着 滴溜溜在头顶一阵盘旋之后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白莲外原本熊熊燃烧的 青白色火焰 一件灯花出现 立刻化为 屡屡火丝 万川归海般地 投入了其中 转眼之间呢 紫成兜上的玉阳真火 就被吸纳得一干二净 灯花仍然平静地 漂浮在那儿 只是其上青光更加刺目起来 绿山女子不慌不忙 冲着灯花一点指 顿时那灯花荡漾之下 忽然向银月轻轻地飞去 银月脸色大变了 来不及多想 冲着紫成头一点指 顿时整张紫网光芒大放 密密麻麻地往思挡在身前 同时手掌一番花蓝古堡 出现在手里 这个时候啊 青色巨剑带着雷鸣声 飞至女子的上空 在法觉的一催下 当起凭空就落了下来 这银月自然配合至极 将手中花蓝 花作一团白气 护住自身 就两手一掐绝啊 笼罩白脸的紫光 忽然在上空 开了一个大大的口子 巨剑裹带着金壶和蓝燕 顺势向下方的白脸 狠狠地斩下 一剑巨剑声势如此惊人 绿山女子神色微变 这脸上首次露出了凝重之色 她犹豫了一下 顾不得先攻击银月 全身灵力猛然流转 通过双足大半头流入了白脸之上 顿时原本就连半一下暴涨了数倍 层层连影 同时朝上伸展而去 化为凝厚之极的光幕 这个时候她又猛然冲 飘出去的灯燕一点指 其立刻飞一晃之下 飞回到女子的头顶 然后此女呢 又将手中的铜灯高举 略以挥动 一阵清光幻影之后 两朵同样大小的灯燕之花 和原先那朵并排着 浮现在此女的上空 瞬间聚到一块 化为一颗头颅大小的青色火球 这个时候啊 巨剑终于站到了 莲花所化的光幕上 轰隆隆一声巨响 雷鸣爆裂声同时发出 白光金虎蓝燕等 不同的光芒 更是交织到一块 白莲的十几片连半 固然神妙之极 但在那辟邪神雷 和前蓝冰燕时 非同小可 单独一种 也许无法奈何到这连半 但两者同时附加在巨剑表面 在借助七十二口 青竹风云剑的巨剑神通 结果一展之下呀 莲影虽然苦苦支撑了片刻 但还是崩溃散开 化为漫天的星光 巨剑一下没有阻碍地猛压而下 但这个时候青色火球 却慢悠悠地迎了上来 寒历目光中 森燃之光闪过 虽然有些畏惧对方轻艳的诡异 但也在心中存了一世 这前蓝冰燕和这灯燕 威力大小的心思 顿时啊 巨剑毫不迟疑地随之落下 这一次的碰撞无声无息 无论淡金色的电弧 还是极寒之机的前蓝冰燕 瞬间都被那青色灯燕吞噬了进去 接着整支巨剑也席卷进去 青竹风云剑是韩力的本命法宝 自然感应极其灵敏 在青色灯燕将这巨剑全部包裹的瞬间呢 顿时心头一震 一股难受之极的炙热 从心头木然升起 随后全身温度急升 连血液仿佛都沸腾起来 韩力大害 来不及多想 急忙双手掐绝 冲着巨剑一点指 这巨剑发出一声嗡鸣 随之清光狂闪 化作了数十口青色小剑 似箭飞射 原以为 凭此应该可以摆脱那古怪的灯燕吧 结果韩力在定睛一看后 脸色大变 这些飞剑同样是青燕点点 随即每一口飞剑再次被灯燕包在其中 韩力灭色阴沉不定 感觉到身体越发不适 全身都开始冒出虚汗 他心中惊骇得一咬牙 食指如车轮般的飞快的掐绝 神石更是化作数十股 瞬间操纵飞剑 或冲天而起 或盘旋狂舞 试图摆脱这剑上的灯燕包裹 他亲眼见到银中古宝被炼化 银之毁掉的一幕 说什么他也不敢让自己的本命法宝 也被毁掉啊 若是如此 元气神石非得同时大损不可 这个时候 原本被毁的白莲夜半 重新从绿山女子的足下 连盘中生出 再次将她护在其中 此女一直冷冷地看着 韩力飞剑被灯燕罩住 随后重漫天飞舞的狼狈模样 嘴角泛起了一次讥笑 下面她可不及动手 静等着对方本命法宝被毁 修为大损的情况出现 但是片刻之后啊 此女嘴边的绩效之色 就凝制住了 目光中露出了惊讶 嗯 她手中这件 铜灯古宝 那可不是普通古宝 严格说来甚至不属于 此女自己的宝物 而是整个木兰族 两大传承之宝之一啊 乐性女子之所以能够保管此宝 除了因为其修为高深 是木兰族第一女法师之外 更重要的还是她 有另外一个几乎和突兀人 天蓝圣女差不多的崇高身份 备受其他高阶法师的尊重 就是木兰族的三大神石 见了她也要一礼相待 并不敢有丝毫怠慢 而这件古宝自从到了她手里 因为一些特殊原因 和此灯本身的使用限制 她可以使用的次数并不多 轻易啊 不会动用此宝 一旦超过规定的次数 此宝就必须马上收回 静等交付下一位 符合身份的主人 由此可见木兰人 对此宝的重视了 不过同灯的最重要的作用 并非是用来和人 争强斗法用的 而是另一种 对所有木兰人 都有着重要无比的 特殊的用途 当然了 用此宝来和人拼斗 也是无往不利 历代手持此宝的主人 凭此击杀过的强敌 炼化过无数的宝物 无论是古宝还是法宝 只要被此灯生出的青色灯燕照住 绝对是无法支撑不回的 至于木属性宝物 自然更是被此宴克制 转眼间就会被化为乌有 可含立这明显是成套法宝的 木属性飞剑 已经被这灯燕包在其中这么久了 竟连一丝化为灰烬的迹象都没有 这怎能不让此女恶然一会儿啊 就在此女震惊的刹那间 其头顶紫光一闪 一片紫云丝毫征兆都没有地浮现出来 乐性女子一惊 回神一看啊 竟是吟乐趁机 发动了紫橙兜禁制 将原本放开的口子 重新给堵了上去 然后一扭柳腰红唇微张 一股粉红色的香物 从她弹口中喷出 瞬间将白脸淹没其中 绿山女子冷哼了一声 看了看手中的铜灯 一阵愁愁之后 还是没有动用此宝 而是另一只手一扬 一面淡黄色的玉佩 浮现在手里 一面淡黄色的玉佩 一面淡黄色的玉佩 一面淡黄色的玉佩